去年拆了一个山寨的这种温差搅拌杯 全网播放量2000多万 前两天我一看罗永浩也在推这个 于是搞了一个 看看他推荐的这个和我当年拆的那个有什么区别 他这个应该就是正版了 新工匠 这个之前我也看过 当初挺贵 我没舍得买 现在就比我盗版的贵50块钱 我就看这50块钱到底好在哪了 先看看 这外形没什么可说的 一个像杯子形状的杯子 底下有他们的logo 盖可以打开 里边有一个白色的药丸 这个还不错 我记得去年那个好像是不是能摔下来 这感觉结实一些 外形这个是个塑料瓣 这个是不锈钢 这个好像也是不锈钢 至少是金属 先试试吧 先试试 先试试 既然是正版的应该经得起考验 所以说先备多点 100度的开水 走走走走走走走 又开始了 所以说水还需要多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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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计时器 疯狂简板无法靠近 先看一下 我还不敢端起来它 怎么形容呢 有点像抽水跋筒 咖啡咖啡 黑色漩涡 第二袋 动力依旧 铁冠衣来一袋 可以啊 可以啊 挑战一下极限 三袋 目前是三袋 三袋咖啡 一袋铁冠衣 铁冠衣应该泡开之后 对它这个阻力非常大的 看一下说能转多长时间 里边还在转 有声音 我记得去年 那个山寨的是两分钟 两分钟就停掉了 这个目前还好啊 然后底边这个铁冠衣 太厉害了 差不多 将近四分钟的时间吧 如果不放这个铁冠衣 应该时间会更长 它全在底下沉积着 搞出来 搞出来 走 你看这里边 还在挣扎 目前看咖啡都打开了 茶叶就是这状态 尝一口尝一口啊 好奇好奇 中药味 一股甜甜的中药味道 温度呢 60度左右 59度60度 洗干净了 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拆啊 去年那个是 可以把它抽出来 但去年那个外壳是塑料的 这个外壳目前看是金属 底线目测就是一个橡胶垫 但是这有小孔 这个是应该是里边热胀冷缩 里边给它透气用的 好 橡胶垫后边并没有螺丝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先把它不干胶清理掉 OK 不干胶清理掉了 它这个位置 就小孔的这个位置 你看 还有这么一个小的橡胶阀门 应该是各种透气吧 但是 好像是镶嵌进去或粘进去的 这个就这样考验我耐心了 嗯 这有字 吸不上去 还是从上面开始吧 这个实在找不到进去的办法 只能动点粗了 哎呦我的天 打开了打开了 上面还有残留的咖啡 上面这也是死路一条 我以为这能抽出来 结果它这是不锈钢 双层不锈钢 这这这这 底下又没门 看来只能出大招了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事啊 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没口 而且它这么宽 理论上它不是实心的 它肯定是空心的 是两层不锈钢 然后经过测量 深度是7.5厘米 我把这个调到8厘米 就可以在它这个位置 把它打开 而且不会伤到底下这个底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的看到里边结构了 是这么一个理论吧 开始 初见成效啊 但是 很废这个片 不行 刚才这个方案有点废我这个摩擦片 有点劳民伤财 所以说我得改改方案 OK我看它有点差不多了 这小门已经做出来了 看一下看一下 现在就海阔天空了 这就好下手了 首先这个塑料盖 就这也不好下了 太欺负人了 可以看到里边有个电机 然后整个这是一个大铝块 去年那个是什么样的 去年那个好像是塑料的吧 从这个位置 大概可以看出来它的结构啊 有一个东西在杯子底儿紧紧的粘着 这个应该肯定是半导体质冷片 但是它这个非常厚 非常厚 看一下它这个半导体质冷片 它这个质量还不错 这个东西好和坏 判断就是看它的厚度 看它这个焊点 还可以还可以 半导体质冷片 温差产生电 电直接进到电机里边 电机下来了 中间是一个永磁体 可以理解吗 电机在下边 这个在上边 电机赚多快 它就赚多快 它这个质冷片上还有他们自己企业的标志 新工匠 我盲采这里边是水 去年拆的那个东西里边就是水 所以说等平着 水 两个密封项圈 而且水还挺清澈 倒到杯子盖里 落叶归根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罗老师推荐的新工匠 温差热水杯 但是贵材是50块钱之后 这个东西就特别难拆了 刚才我的杰作 三道咖啡 一道铁关音 见过咖啡上面 截着一层茶油没有 尝一口 尝一口 嗯 好喝 太好喝了 好喝